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最长,国历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唐朝历二十一代,前后共289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 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荣。 在此期间出现的贞冠之质,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因以为骄傲的圣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就是一直到现在。 一些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山,称华人为唐人,唐朝共历289年,二十位皇帝,907年亡于农民战争,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 在周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凡政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 大唐帝国也由此覆灭唐高祖李渊,唐高祖李渊,五六五年到六三五年6月25日,自熟德,出生于长安,龙溪成绩,金甘肃秦安县人。 汉族,祖籍赵俊龙庆,金行台是龙瑶县,是中国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祖父是李虎。 西卫时官至太尉,傅李炳,北周时立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驻国大将军,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解。 公元618年5月,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定都长安,不久之后便统一了全国。 635年6月25日,李渊驾崩,李渊死后是号太武皇帝,妙号高祖,葬在献林,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8月,改上尊号为神瑶皇帝,天保十三载二月。 上尊号,神瑶大圣,大光孝皇帝,唐高祖李渊,是西汉大将军李广的二十三世孙。 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武昭王李稿,也做李昊的六世孙,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到649年,是唐朝第二位皇帝,生于开皇十八年,599年,在位二十三年,年号贞冠,名字取义,既是安民。 隆熙成绩人,太宗是他死后的妙号。 他还是唐朝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他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冠之志,将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李世民早年随父亲李渊进军长安于618年建立唐朝,他率部征战天下,为大唐统一立下汉马功劳,被封为秦王二,天策上将。 626年玄武门之变,夺魏登基后,开创了著名的贞冠之志,他虚心那剑,例行简约,青瑶伯父,使百姓,修养生习,各民族荣霞相处,国泰民安恶,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图爵与薛颜驼,重创高距离,设立安息寺镇,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克汗。 为后来唐朝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功大过为,故业不徽,唯后世民君之典范,苗号太宗,世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将于昭陵。 唐高宗李治,唐高宗李治,628-683年,唐朝第三位皇帝,649-683年在位。 自为善,汉族人,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其母为长孙皇后,为敌三子,真冠二年,628年,6月13日出生,族于红道元年,683年,享年56岁,誓约天皇大圣大红孝皇帝,苗号高宗。 真冠五年,631年,封为晋王,后因唐太宗的嫡长子皇太子李承前,与嫡次子魏王李太,相继被废,他才于真冠十七年,643年,被策立为皇太子。 真冠二十三年,649年,即位于长安太极殿,开创了有真冠一封的永辉之志。 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陵险海,易说离海。 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恒山,维持了三十二年,李治在位三十四年,于红道元年,683年,驾崩,年五十五,藏于乾陵,苗号高宗,十号天皇大帝,四,唐中宗李显。 唐中宗李显六五六年到七一零年,唐朝第四位皇帝,汉族,十号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除世孝和皇帝,原名李哲, 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六百八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到六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七零五年到七一零年在位。 唐中宗前后两次当政,共在位五年,神龙三年八月三日加尊号为应天神龙皇帝,景龙四年六月二日,人五日半,七百一十年七月三日,被毒死于神龙殿。 周年五十五岁,妙号中宗,四号,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景云元年十一月,即有,葬中宗于定陵,经陕西省复平县西北十五里的龙泉山。 武后生四个儿子,中宗出封周王,后改封英王。 其两位皇生,已死一废之后,李显被立为太子,高宗于公元六百八十三年十二月病死。 他于同月甲子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四圣。 中宗比高宗更为雍柔无能,即位后,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裴岩受遗照辅政,正式皆取决于武则天。 他重用为皇后亲戚,试图组成自己的集团,欲以为皇后之父为元真,为世忠。 宰相执,裴岩顾己以为不可,李显大怒,我以天下给为元真,也无不可。 难道还另习仪式中吗?裴岩顶后,报告了武则天。 武则天对中宗的举动大为恼火。 公元六百八十四年二月,继位才三十六天的中宗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便出长安。 五,唐瑞宗李旦。 唐瑞宗李旦,六百六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七百一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唐瑞宗,明旦,又名旭伦,汉族,唐朝第五位皇帝,唐高宗第八子, 武则天幼子,唐忠宗为其兄长。 唐瑞宗李旦,一生两度登基,两让天下, 在位时间文明元年至载初二年,六百八十四年至六百九十年, 汉锦云元年至延和元年,七百一十年至七百一十二年。 共在位八年,公元七百一十二年,尚位于子李隆基,唐玄宗,称太上皇, 居五年,宫,享年五十五。 葬于乔林,四号,玄珍大盛大兴皇帝,六,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六二四年到七零五年,本名武赵,称帝后改为武赵。 宾州文水人,是一位女政治家和诗人,有绝顶的才能和超人的智慧, 心狠手辣,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的女皇帝, 也是积位年龄最大,六十七岁即位, 首名最长的皇帝之一。 中年八十二岁,五妹娘为唐朝功臣武士约次女, 母亲娘氏,她诞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六百二十四年征月, 足于中宗神龙元年,七百零五年,十一月, 生母是武士约的蓄器,龙幼大士族,随朝宰相, 穗明宫杨达之女,十四岁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 唐太宗赐号妹娘。 唐高宗时,初为昭仪,后为皇后,六五五年到六八三年, 尊号为天后,以唐高宗理智并称二圣, 六百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六百九十年十月十六日, 作为唐中宗。 唐瑞宗的皇太后临朝称智,后自立为皇帝, 建立武洲王朝六百九十年十月十六日,到七百零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神龙元年,七百零五年,正月,武则天病毒, 宰相张俭之,发动兵变,迫使武士退位, 时称,神龙革命。 唐中宗复辟,恢复唐朝,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 后尊武士一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 以皇后身份入葬前陵,唐玄宗开元四年,七百一十六年, 改世号为,则天皇后,天保八载,七百四十九年, 家世,则天顺圣皇后,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六百八十五年九月八日, 到七百六十二年五月三日, 一称唐明皇,唐朝第七位皇帝, 七百一十二年至七百五十六年在位, 唐瑞宗李诞第三子,母豆得飞, 唐龙元年,七百一十年,六月庚子日身时,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唐龙政变诛杀为后, 七百一十二年,李诞上位于李隆基, 后四死太平公主,取得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 唐玄宗前期驻以拨乱反正, 任用姚冲,宋经等贤相,历经图治, 他的开元盛事,是唐朝的即胜之士, 在位后期宠爱杨贵妃,戴曼朝政,宠幸奸臣, 李陵府,杨国忠等,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臣, 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 为唐朝终衰埋下伏笔, 七百五十六年,李铿即位, 尊其为太上皇,七百六十二年, 唐玄宗李隆基病逝,唐宿宗李铿, 李铿七百一十一到七百六十二, 即唐宿宗,唐朝第八位皇帝, 汉族,唐玄宗李隆基子,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 母元献阳皇后,原名李鱼, 曾被封为中王, 公元七百三十八年,被立为太子, 改名李铿,马为义兵变杨贵妃死后, 唐玄宗西逃,李铿继位, 公元七五六到七六一年在位, 李铿在位六年,在宫廷政变中, 金幽而死,终年五十一岁, 葬于建林,经陕西省李泉县东北十八里的武将山, 天保十四年,公元七百五十五年, 爆发安史之乱,四年, 玄宗逃往四川, 他即位于领武,保应元年, 公元七百六十二年, 宦官李府国,成元镇沙张后等, 永利太子李玉, 即唐代宗,他幽金而死, 九,唐代宗李玉, 唐代宗李玉,七二七到七七九年, 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生于东都上阳宫, 即公元七百二十七年一月九日, 汉族,唐朝第九位皇帝, 唐宿宗长子,出名处, 原封广平王,后改封楚王, 成王,马为之变后, 他随宿宗北上, 认为兵马大元帅, 统帅驻将,收复两金, 公元七百五十八年, 被立为皇太子, 七百六十三年, 平定了安史之乱, 起初, 宿宗皇后张良帝, 与宦官李府国互相利用, 后来却有嫌隙, 张皇后想杀李府国, 废掉太子李玉, 立自己的儿子, 公元七百六十二年四月, 李府国与成元镇, 将张皇后杀死, 宿宗因此被惊死, 李府国与同月, 永利李玉为帝, 改年号为宝印, 七百七十九年去世, 妙号戴宗, 世号瑞文孝武皇帝, 葬于园林, 京陕西省富平县西北三十里的檀山, 安史之乱结束, 大唐开始走向衰落, 当时, 东有诸多樊镇割据, 北方又有邻国回府, 不断勒索, 西面有邻国, 土藩清咬, 七百六十三年, 土藩占领首都长安十五日, 唐代宗为求战事安定, 大风节度使, 造成了繁政割据, 朝廷政治经济进一步恶化, 唐德宗李氏, 唐德宗七百七十九年, 八百零五年在位, 李氏, 七四二年到八零五年, 是发音为, 科乌奥阔, 唐朝第十位皇帝, 天保元年, 七四二四月十九日, 生于长安大内宫中, 他是宿宗的长孙, 代宗的长子, 是号为神武孝文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 于真元二十一年, 八百零五年, 逝世, 享受六十四岁, 他的整个少年时代, 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 但好景不长, 他十四岁那年, 天保十四载, 七五五的十一月, 爆发了安史之乱, 第二年长安失守, 玄宗出逃四川, 从此大唐帝国, 陷于一场, 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 在大唐帝国的盛衰变迁中, 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 饱藏了战乱, 和家国之痛, 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唐德宗李氏在位前期, 坚持信用文五百官, 严禁宦官干政, 颇有一番中心气象, 但今元兵变后, 文官武将的相继师杰, 与宦官集团的中心护驾, 所形成的强烈反差, 使德宗放弃了以往的观念, 在执政后期, 德宗委任宦官为进军统帅, 在全国范围内, 增收税兼价、 茶叶等杂税, 导致民怨日深, 唐顺宗李宋, 唐顺宗李宋, 公元761到806年, 唐德宗长子, 唐朝帝是一位皇帝, 德宗因他中风而即死, 由他继位, 在位八月, 被宦官逼迫退位后, 并死, 终年46岁, 藏于封林, 陕西省复平县东北33里, 唐顺宗李宋, 曾被封为宣王, 公元779年被立为太子, 李宋在东宫为太子的近20年中, 时常关心朝政, 从旁观者的角度, 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 他不满宦官专权和公事等扰民措施, 早已有意改变宦官专权善事的政局, 常和半谷王淑文等, 一起筹划日后继位后的改革, 留意物色人才, 公元805年正月, 李宋中风口雅, 德宋因此而于公元805年正月即死, 李宋带病继位, 施为唐顺宗, 在唐朝皇帝中, 唐顺宗李宋706.1.8, 806, 是特征颇为鲜明的一位, 第一, 位居出君时间最长, 顺宗是以长子, 被立为皇太子, 由于父亲德宗在位时间长, 他做太子的时间长达26年, 第二, 在位时间最短, 顺宗在位期间, 没有以皇帝身份过一个新年, 即位当年的新年, 他就已经是太上皇了, 算起来, 顺宗在位时间还不足200天, 在整个唐朝皇统体系中, 他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了, 唐顺宗李宋, 唐顺宗李宋, 778-820, 元明李宋, 顺宗长子, 大力13年2月14日, 778年3月17日, 出生在长安宫中, 唐朝第十二位皇帝, 805-820年在位, 唐顺宗长子, 初明纯, 真元四年, 788, 封广陵郡王, 二十一年初, 立为太子, 改名纯, 八月即位, 宪宗即位以后, 历经图治, 重用贤良, 改革必正, 宪宗在位15年间, 勤勉正式, 力图中心, 从而取得了原和血凡的巨大成果, 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 实称原和中心, 宪宗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 二是战时平定了一些凡政, 经过血凡, 凡政势力, 战时有所迅弱, 后为宦官陈洪志, 以作洪庆等人谋杀, 享年43岁, 在位15年, 死后是号为, 昭文章五大圣, 至神孝皇帝, 唐穆宗礼, 唐穆宗是宪宗第三子, 唐朝第十三位皇帝, 真元11年7957月6日, 出生于京师长安大明宫之别殿, 最初名礼佑, 先封为郡王, 宪宗元和元年8068月, 进封岁王, 李氏册封为皇太子以后改的名字, 这一点与他的父皇宪宗相同, 牧宗以前的唐朝朱帝, 都能将皇位传给儿子, 高宗武则天, 还有二子, 即宗宗和瑞宗, 即位做了皇帝, 牧宗的父亲宪宗, 另外也还有一个儿子, 第十三子, 做了皇帝, 即宣宗, 牧宗以后的一宗, 有第五子, 即位为西宗, 第七子, 即位为昭宗, 此前, 瑞宗的儿子当中, 一位受命登基, 玄宗, 一位追认为帝, 让皇帝理宪, 三位获赠太子, 已被这时圣赞为天语之报, 福留无穷, 但牧宗一共有五子, 其中竟然有三个做了皇帝, 即静宗, 文宗, 武宗, 这在唐朝历史上绝无仅有, 由于每个儿子即位后, 都把各自的生母, 追尊为皇太后, 所以牧宗先后有三个皇后 和他配享太妙, 这在唐朝历史上也属罕见, 牧宗于长庆四年, 八二四正月死时, 刚刚三十岁, 相对于他之前的唐朝皇帝来说, 可谓最短受的一位, 这些情况透露出, 在牧宗均临天下时, 唐朝的皇位继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皇帝的人身安全也已变得毫无保障, 所有这些似乎再次提示我们, 牧宗时期的宫廷局势 已经难以用常规来审视了, 唐靖宗里战, 唐靖宗里战809年到826年, 唐牧宗的长子, 唐朝帝十四位皇帝, 出封为恶王, 后屠封为锦王, 贤因父亲牧宗健康恶化, 以太子身份监国, 牧宗于公元824年正月, 病死后, 他于同月秉子日继位, 第二年改年号为保丽, 在卫两年, 为宦官谋杀, 终年18岁, 葬于庄陵, 经陕西省三元县东北三十里, 唐靖宗即位后, 涉事荒淫, 沉迷醋局马球, 喜欢半夜在宫中捉狐狸, 打夜狐, 宦官王守城把持朝政, 勾结全城李逢吉, 排斥一己, 败坏纲记, 导致官府工匠突起暴动, 攻入宫廷的事件, 后为宦官刘克明等人杀害, 死后是浩维瑞武昭明孝皇帝, 唐文宗李扬, 唐文宗李扬, 809年840年, 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 唐牧宗李第二子, 母贞宪皇后萧氏, 公元827年840年在位, 执政期间正值黑暗, 官员和幻术争斗不断, 是唐朝社会走向没落的转型时期, 唐文宗本人也形同傀儡, 最后抑郁而死, 他以牧宗赐子, 静宗二帝的身份即位, 并不是既定的继承人选, 而他为什么能够成绩大统, 简单地说, 乃是错纵复杂的宫廷矛盾斗争的结果, 唐文宗李昂, 曾被封为江王, 宦官刘克明等于保利二年, 826年, 12月初八日, 杀死唐静宗后, 未造遗址, 迎唐县宗之子将王礼物, 入宫为帝, 两天后, 宦官王守城, 两手牵又指挥神策军入宫杀死刘克明和将王礼物, 立李昂为帝, 改年号为大和, 文宗在位期间, 朝臣分为牛、 李两派, 各有捧打, 互相攻击, 官员调动频繁, 政权以至于皇帝的生死费力, 全操纵在宦官的手中, 唐武宗李延, 唐武宗及李延, 武宗生于元和九年, 814, 6月11日, 本名李禅, 赤安禅, 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延, 唐朝第十六位皇帝, 在位六年, 中年三十三岁, 唐武宗第五子, 文宗帝, 武宗即位的过程, 正是文宗即位的重演, 武宗在位时, 任用李得玉为相, 对唐朝后期的避政做了一些改革, 武宗重信道教, 于慧昌五年, 下令拆毁佛寺, 没收大量寺院土地, 由于毁佛成功, 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 巩固了中央集权, 唐宣宗李延, 唐宣宗李延, 810年冬月12859年, 探族, 唐朝第十七位皇帝, 出名李宜, 生母, 原为郑海杰都使李其, 逝切正事, 李其谋反失败, 正是入宫后, 当郭太后的侍儿, 后来被唐宣宗林姓, 生下李延, 及后来的唐宣宗, 他是穆宗的弟弟, 靖, 文, 武宗的叔叔, 出封光王, 武宗死后, 在位移三年, 847年到859年再位落, 他也是婉唐最后一位, 值得一提的皇帝, 武宗一直也没有立太子, 所以在他病危的时候, 宦官马元智, 永立李延为帝, 宣宗一即位, 就把武宗朝的宰相, 宛唐仲臣李德玉, 贬出朝廷, 一直到死, 李德玉也未能还朝, 又重用牛党的白敏忠为相, 延续几十年的牛李党争, 最后伊利党的彻底失败告终, 纵观宣宗50年的人生, 他曾经为祖宗基业, 做过不懈的努力, 这无疑延缓了唐帝国, 走向衰败的大势, 但是他又无法彻底扭转这一趋势, 宣宗姓明查成段, 用法无私, 从剑如流, 众席观赏, 宫颈节俭, 慧爱明悟, 或故大宗之正, 弃于唐王, 仁思永之, 未知小太宗, 唐一宗李璀, 唐一宗李璀, 唐朝第十八位皇帝, 母元昭皇太后朝世, 始风运王, 玄宗爱魁王兹, 欲立为皇太子, 而算长, 故久不绝, 大宗十三年八月, 玄宗即大建, 以魁王, 蜀内树密使王归长, 马公如, 薛惠南院使王居方等, 而左神策护军中卫王宗时, 赴使姬元时, 缴召立运王为皇太子, 鬼祀, 宣宗并死后, 被宦官盈利为帝, 视为唐一宗, 改元贤通, 在位十四年, 终年四十一岁, 曾用年号, 大宗, 贤通, 死后葬简林, 世号, 招圣公会校皇帝, 唐一宗李璀, 是唐朝最后一个, 以长子即位, 而且是最后一个, 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 然而, 一宗在位十五年, 交涉因意诸如永, 不思进取, 宠信宦官, 迎奉佛谷, 面对内忧, 不知其为, 遭遇外患, 不觉其难, 把宣宗在位期间, 重新点燃起来的一点希望之光, 彻底熄灭了, 唐习宗李璀, 唐习宗李璀, 西元璀, 唐朝第十九位皇帝, 唐一宗第五子, 本名李衍, 生于贤通三年, 八六二五月八日, 一宗病重弥留之际, 他在宦官的支持下, 被立为皇太子, 改名李璀, 并于一宗死后, 就前即位, 时在贤通十四年, 八七三, 七月二十日, 西宗十一岁, 八七三到八八八年在位, 在位十三年, 八百八十八年三月六日, 死于长安, 享年二十七岁, 八百六十二到八百八十八, 死后是浩维会胜宫定孝皇帝, 西宗即位时, 还是个幼弱的孩子, 自然缺乏必要的理政能力, 正式处置全部听由宦官之口, 他们非常利诱, 没有选择一宗的长子, 而永历十二岁的皇子, 大概就有这样的考虑, 西宗在位期间, 最信任的宦官是田令兹, 西宗自幼就由田令兹照顾起居, 感情上很是有些依赖, 并称呼田令兹为阿富, 即位后便任命他做了神策军中尉, 这样, 西宗朝的重大决策, 都掌控在田令兹手中了, 唐昭宗李业, 唐昭宗李业, 867年到904年, 姓李, 惠杰, 即位后改名为敏, 然后又改名为业厄, 唐朝第二十位皇帝, 888年到904年在位, 在位16年, 享年38岁, 他是唐义宗第七子, 唐熙宗的弟弟, 藏于汉林, 死后是号为圣木锦文孝皇帝, 昭宗在位期间, 宦官, 朝臣, 樊正为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斗争激烈, 樊正跋扈, 战乱不断, 皇权衰为, 历史上的唐昭宗李业, 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皇帝, 昭宗四位时21岁, 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 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式, 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 但是唐朝已经激若难返, 回天无礼, 这种境况, 恰恰是昭宗的哥哥, 唐昔宗, 公元873到888年在位造成的, 唐埃帝礼处, 昭宣帝唐礼, 892年9月27日到908年3月26日, 原名作, 是唐朝最后一个皇帝, 唐埃帝礼处, 持务处, 是昭宗第九子, 生母为何太后, 在位三年, 被废, 四年死, 享年17岁, 葬于温灵, 唐埃帝即位时, 不过是樊正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 唐天佑二年, 905年, 掌握实际权力的梁王朱泉中, 建废帝灭唐时机已到, 便先将唐朝朝臣全部杀光, 接着在天佑四年, 907年, 又逼李处上位而降维纪英王, 自己做皇帝, 改名朱晃, 视为后梁太祖, 建国号大梁, 史称后梁, 改元开平, 至此, 立国总计274年, 传二十一帝的唐王朝灭亡, 中国进入自皇经之乱, 或永家之祸以来, 又一次大分裂时期, 五代十国, 总的来说, 唐朝的历代皇帝中, 唐高祖李渊, 创世之雄, 能世实物, 唐太宗李世民, 少年英才, 文治武功, 知人善任, 唐高宗李治, 有文人气质, 武则天, 唯一的女皇帝, 唐瑞宗李诞, 无权之人, 唐中宗李显, 三次让出地位, 很会忍, 唐玄宗李隆基, 从开元盛世, 到安史之乱, 唐宿宗李蓬, 平怕安史之乱, 功不可没, 唐代宗李遇, 窝囊, 唐县宗李臣, 奋发有为, 乱世中创造原和中心, 唐朝宗李也有志向, 但无力回天了, 唐哀地理, 末代皇帝, 结局凄凉,